大家好,欢迎来到Mize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第七阶段的第八节课的内容 那么大家还记得在上一节课我们跟大家解释了 如何同计学也是机器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 也就是在回归问题中的相关度 这个R correlation和平方R平方值决定系数 它的概念以及计算方法 并且我们手动的跟大家来在Excel里面举了例子 来给大家告诉大家如何来计算这个correlation 并且大家解释了这个决定系数 R平方值计算方法以及它们的含义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结合Python同样跟大家用同样的例子 来给大家教一下如何在Python中我们来一块实现一下 假设我们不用任何的酷 对这个第一个correlation相对简单的方法 我们如何在Python中简单的定义一个方程来实现 计算两个向量之间的这个correlation相关度 并且我们将使用一定的包给大家介绍 如何来计算在对于如何来计算这个决定系数R平方值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Python代码 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简单的代码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想定一个方程 我们的输入呢当然就是两个量了是吧 两个变量就是一个是X一个是Y大写 那么我们输出呢就想算出来它们两个之间的correlation 对不对 好首先为了简单计算呢我们用这个numpile 就是科学计算我们之前一直用的这个package 简称了就是NP 然后呢我们因为要求均值以及求开方 所以我们简单的用一个数学这个库啊叫math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方法呢和我们之前在Excel里面算的非常非常像啊 我们来对照看一下 这样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 好的上一节课中我们跟大家看到是吧 这个公式大家记得这个公式是吧 分子是X和X的差值乘以Y和Y的差值 他们之间求和 然后呢这个分母呢 它是X减去X的均值 它的平方所有求和之后 对Y做同样的事情 让我们把他们之间相乘是吧 所以呢我们就根据同样的方法在python中来实现一下 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计算这个均值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来声明这个方程的名字 叫compute correl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计算相关度 然后呢两个参数 X和Y这里面我们传入的是两个向量是吧 就是X呢它有很多实力的值 可以理解成这里面的一列 同样呢Y呢也是一个向量 好 现在呢我们首先要算这个X均值对吧 和Y的均值 所以呢我们声明一个新的变量 叫X bar 然后呢我们用 当然我们可以用手算了 就是把全加起来处理它的个数 但是为了简单期间呢 我们用这个numpy这个科学计算 矩阵里面一个内建的方程 叫做min 直接来算出来它是均值是吧 所以呢这个numpy就是np.min 直接给我们X求均值 然后把它复到这个X bar里面 下面一步呢我们对Y做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Y的均值等于numpy.min 把Y复进去 好 下面我们要计算几个量 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计算这个 SSR除以这个SST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分子 刚才所说的 除以它的分母 所以呢我们先 简单 初始化一下 SSR它等于0 后来我们通过加的方法 在循环里面来算出来SSR的值 那这个 我们在有两个变量啊 叫这个VarX 然后它等于0 那这个Y这也等于0 后面呢我们其实是为了算 它两个variance 不算那个除以n-1那部分啊 也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看的这个 方程里面的这一部分啊 它和它 但是我们分子分母 本来variance要除以n-1对不对 covariance要除以 但是分别抵消了 所以我们刚才说明了这个 给大家再解释清楚一点 我们定义的这个VarX这个量 我们是为了算 这一部分 就是X减去X均值 它的平方求和 对吧 然后呢对Y也一样 最后我们把它乘起来开方 就得到了分母 然后分子呢就是 这个每组相减之后 这个X它们的G 然后求和 好 所以呢我们这个 进行这个循环 也就是说我们有多少组实例 这个python里面的range 是从0开始到它的长度 不包括这个行 所以呢也就是说 对于cell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等于说是 这个循环就是对每一行 往下走进行循环是吧 看多少行 也就是多少个实例 也就是说 其实这里面X和Y的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长度的方程用 X length LEN X或者LENY都可以 好 那下面呢我们要计算什么呢 我们想一想 我们要计算这个 X和X均值之间的差 是吧 把它得加起来 同样Y和Y均值之间的差 所以我们生了一个新的变量 叫做这个differentXX bar 也就是说这个变量 是吧 X减去X均值 所以每一个X是吧 对I来说 每一个X减去之前我们算快了 它这个均值X bar 然后呢 这个Y呢 就等于每一个Y是吧 减去它的均值 好 下面呢我们要算什么 我们要算 这个 他们两间的成绩是吧 所以呢 就是我们把它加到这个SSR里面 这是个减写对吧 也就是说 之前SSR等于0 然后每一次我们加这么多 就是SSR等于SSR加这个量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这个 每大部分的这个变成语言 都有这种减写就是加等于 好 那每次加多少呢 就加当前这个成绩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累加起来 也就是说 第一次 第二次第二次 所有累加出来这个量 是吧 在循环结束之后 我们把它 算出来就是这个值 好 接下来我们还要累加什么呢 我们要累加 各自X和Y 它的这个 X的平方 累积起来 对吧 也就是这两个量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是我们之前算出来的这个差值 对它进行平方 然后每一次把它累加起来 也就是说这个值 每次都每次都等于 它本身加这么多 所以在我们这个 循环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算出来这个和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对Y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 对于这个先算出来 每个Y和它的均值值的一个差 然后对差呢 我们求平方 平方之后呢 我们把它累积起来 所以呢 在这一组loop 循环结束之后 我们就算出来了 这个和 这个和 还有这个和 对不对 好 那下面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SST 也就是说 分母呢 我们只需要 对这两个和 跟我们之前的 Excel里面的过程一模一样 对这两个的和 进行 相乘 然后再开方就可以了 是吧 就 X varians Y varians 它们求基 再开方 就叫SST 分母 然后呢 分子呢 也就是我们之前算出来的这个和 是吧 也就是SSR 这是我们主要把它两相除 然后把它返回 这就是我们要算的 这个correlation 跟之前的方法一模一样 这不过是我们在python里面 自己实现了一下 好 下面我来检验一下它的结果 我们先忽略这一部分 我们 只是 调用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方程 我们先把后面这个 先忽略掉 我先给它 注释掉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看跟我们之前算的结果一样不一样 好 我们到0.94 我们看一下之前的答案 0.94 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用python来实现了correla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这样一个简单的函数 那下一部分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来实现 这个 对于 r square 就上一节课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r平方值 也就是这个 决定系数 我们如何来计算 大家记得我们当时跟大家说了一个 就是如果是简单线性回归 也就是simple linear regression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如果把r算出来了 也就是这个值算出来之后 我们直接给它平方 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r平方值 square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像我们这个例子的话 就刚才我们这组数 是一个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是个简单线性回归的话 那我们直接算出来刚才这个值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直接对刚才这个函数进行调用 然后结果我们直接平方就完了 是吧 这是最简单一种方法 我们先run一下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这个 对0.94进行平方 对0.88 它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决定系数 这个还证明我们的模型 对整个的这个数据解释的比较好 百分之八十八 那么下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假设比较复杂的一个模型 不只是一个x 有多个x变量 有多个字变量 那如何算呢 这里就是相对复杂一些 所以我们要借用一个简单的包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结合我们自己的一点实现 所以首先我们这里要用到一个包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也是这个NumpyArray里面自带的一个方程 是吧 我们之前导入这个NumpyArray 简称叫做NP 它里面的一个方程叫做PolyFit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方程 就PolynomialFit 也就是说它可以自动 当我们传入三个参数之后 它可以我们自动 把这个Regression 就是回归的这个方程算出来 也就是说把我们所要的系数 之前所说的这个B0,B1,斜律 以及这个结局都可以算出来 好 那我们传入这个x 当然就是我们的自变量 对吧 y呢就是因变量 都是一个向量 那么这个degre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解释了 我们有这个简单线性回归 包括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二次三次的 这个那么这个Polynomial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几重的线性回归 几次方的 对吧 这里面呢其实我们是一个二次的线性回归 不对啊 我们这里是一个一次的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再说一下这个degree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个线性回归方程中 有没有出现x的平方这样的函数 我们这里没有 对不对 我们只是想让它适应一个简单的线性回归 或者说叫线性multiple regression 就是多元线性回归 但是我们的x 就算我们有多个x 我们出现的形式还是这个x1x2x3 每个都和它对应的系数乘起来 β1β2β3 但是我们没有x平方这样的部分出现 所以呢 这里的degree 这个参数 指的就是说我们最高次是多少次 因为有一些复杂的回归方程 它会出现x平方或者xc乘以x2这样的部分 我们这里并没有出现这样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的degree其实是1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根据之前定义的这个公式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上节课给大家讲的这个公式 也就是说 我们要计算这样一个值 对不对 SSR除以SST 好 首先 我们想把结果存在这个result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这样 大家还记得这样一个 Dictionary 字典 然后呢 我们直接通过调用这个numpy array里面的这个函数 polyfit 对吧 我们传认的是三个值 一个向量 x y 还有degree 当然这里面的degree 我们就给它复制成1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个degree 可以算出来 就是通过 传入xy和degree这三个参数 和调用numpy array里面自带的这个polyfit 这返回的这个coefficie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算出来这个b0 b1 b2 b3 就是我们的相关的系数的估计 好 这时候我们只要取 我们要把它转化成一个list 是吧 因为这是我们是定一个字典的形式 所以呢 我们把它的返回值 转化成一个list 好 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进一步计算 我们要求的这个SSR SSE和SSTotal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把算出来的参数 在这个coefficient里面存着 那么这里面我们调用一个numpy的 另外一个方程叫poly1d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一维的polynomial 我们把参数传进去之后呢 它返回的就是我们的预测值 这个p 大家记得我们要算这个y hat 对不对 就是对于我们这条线 也等于说已经画出来了 就是我们之前适应的这个方程 它是由这些coefficient来决定的 那么下面我们要算这个 给定一个x 我们要知道它的预测值是多少 也就是这个y bar 也就是这个y bar是多少 y hat 抱歉 就是这个y hat 就是我们预测值是多少 这时候我们就是等于说 直接把x传进去 那么这个p 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这条直线这个方程 我们把参数已经传进去了 并且调用一维的一个线性回归 那么我们传入x算出来的值 就是这个y hat 我们传入一组x 调用这个p 那么我们算出来的预测值 就是这个y hat 也就是我们这些这个蓝线上对应的值 好 y hat有了以后 我们还要算y的均值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比较简单了 我们可以直接调用囊牌上的min 或者说我们对它的和 求 求和之后 然后再除以 有多少个y 是吧 里面有多少个数 求均值 好 均值和预测值都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套用我们的公式 来计算这个r square 也就是说 我们用y hat 减去y bar 是吧 这两个都是向量 所以讲完以后呢 我们直接对它求平方 然后求和 那对于这个ss total呢 相似的 我们是y值是吧 也就是它真实值 就是我们传进去的这些点 它的重度标 减去这个均值 然后平方 再求和 这里面我们就求出来了ss regression 也就是说 我们整体的变异量 多少 百分之多少 有多少能通过这个 我们的这个regression 这个model来解释 这个ss total 就是我们整体的变异量 多少 因为我们看到是 真实值和平均值之间的差 这个是预测值和平均值之间的差 它们两个这个sum of square 是吧 平方和之后 我们直接套用公式 把两个进行出法运算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值 复制到这个result 叫determination 就是说 我们的决定系数里面去 因为这个result里面包含了很多 是吧 还之前我们算出来那些系数 那么我们决定系数就等于这个 好 然后我们反定 反悔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好 我们可以调用一下 因为对于我们这个 这个方法就是一个通用的方法 但对于我们这个例子来说呢 我们只有一个x 所以我们是一个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就是说简单线性回归 我们看一下 通过这个第二种实现算出来的值 和我们刚才所算的这个 通过第一种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correlation 然后给它直接平方算出来的值 是不是相等 好 我们先把这个 先给它comment out 所以我们现在调用的时候 我们是方程名加上三个参数 大家记得 我们这个x和y传进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1 因为我们这里面调用的是 我们这里并不是一个 二次或三次的一个函数 只是一个简单线性的 就是x 都是以1 就是没有平方的形式 都是x一次方 x2一次方 这种形式出现了 所以我们这里的degree是等于1 所以这是我们传入这个函数 它是等于1的 这个degree 这个参数 好 然后我们不需要别的参数 我们只关心我们算出来这个决定系数 determination是多少 也就是这个SSR除以SS total是多少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这个方程 我们看到我们得到了 一样的结果 0.884 我们之前手动运算出来的 这个R 它的平方是一样的 这里面一些细想的差别 是取决于里面的精度 因为我们之前手算的时候 是先算出R 它已经有一些 四十五入 然后算出R平方 但是我们在 Python的Bot的时候 它的精度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结果 基本是相等的 0.884 0.884 当然如果我们想看一下 我们算出来这些 分别是多少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results 还有我们算出来的SSR和SS total 分别是多少 是吧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加一行 printSS regression 把这个值装为Stream 是吧 然后在后面一样 我们可以加一行 打印一句 就是SS total 总的变异量是多少 包括我们的results 我们只取出来这个determination 这样一个值 就是我们算出来决定系数 但是我们如果想看 之前的这个Beta0和Beta1 它的结局和协议是多少 我们也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这个方程 所以我们得到 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这个 sum square regression 是333 然后总体的这个变化量 变异量是377 它们两个之间除之后 我们得到0.88 然后这个results里面 包含了我们之前算出来 这个系数 其实这两个就是 我们之前学的这个 简单先行回归里面 这个Beta0和Beta1的估计值 B0和B1 对应的是协议和结局 好 那么回顾一下本节课呢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用python如何来实现 上一节课 我们所介绍的这个 regress correlation的算法 也就是皮尔逊相关系数 以及r平方值 也就是我们说的决定系数 那么在简单先行回归中 如果只有一个x变量和y的话 我们它们两个关系非常简单 就是皮尔逊相关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平方 直接就等于我们这里的r平方 但是如果在我们有多元变量情况下 我们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公式 来解释来计算我们的这个决定系数 那这个公式最后再简单的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说总体的变异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均值 y有一个平均值 就是率限量的值 和y的实际值 它每个振有一个差 那这部分可以被分解成两部分的变化 一部分可以说 x本身 我们的这个模型 可以解释一些它的变异量 那么还有部分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模型不是100%准确 我们有一定的误差 就是每一个模型和它的这个预测之间的这个差 那么这两部分的变异量 加起来就等于我们总体的变异量 所以要衡量我们这个线性回归的模型 它的逆合度的好怪 我们就可以根据 有百分之多少的变异量 可以用我们的模型解释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说我们的预测值减去的平均值 每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值 就是率线上这个值和这个点 和这个蓝线上的这个预测值 它们之间的这个距离 它的平方 加上下一个点 它的平均值是一样 对不对 还是这个率线的值 但是它的预测值是在这 所以把这些差都平方 然后加起来之后 它就是 模型可以解释的变化度是多少 或者说变异是多少 那么总体的值呢 就是每个平均值和它真实的值 是一样的差距 它们俩的这个 比值 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R square 这就是它的一个意义 同样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它两之间求差的话 就是SST减去SSR的话 它得到一个值 其实是SSE 就是说我们这个 model这个模型 我们这个模型 就是说每一个栏线上的值和这个点上的值 它们之间这个小的距离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小的误差 L term 它的这个总变异量是多少 有三个变异量 总变异量 模型可解释的变异量 和模型 本身 它里面存在的这个误差 好 那么像 希望通过这些课的学习 我们对 现行回忆中的相关度和R平方值 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